据说武则天登基后 私生活不太检点 有一次 永泰公主和自己的哥哥李崇润 以及丈夫在一起 说了些不满的话 武则天文说后 盛怒之下 逼着李贤将参与议论的人 全部杀死 四年之后 李贤复位登基 四年前爱子爱女惨死的一幕 对李贤来说 是刻骨铭心的伤痛 于是 他追封李崇润为义德太子 追封李先惠为永泰公主 并隆重地将他们的尸骨 放入乾陵埋葬